这书法的学习啊 自学是很难摸到门路的 就是你会走到一个 非常不知道什么样的路子上去 这个时候改是很难的 目前呢 在网上教书法和学书法的 感觉都是在摸着石头过喝 我叫罗绍文 网名毛笔哥哥 我是一名书法老师 在网络上教成人书法 然后上一节课呢 咱们讲了清代的历书 大概知道了清代跟汉代不一样 汉代是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碑 我是从2015年的时候 开始在网络平台上上传 我的一些录制的视频啊 等等这些资料 已经上传了近2000个视频 那么这些内容呢 涉及到了凯书的入门的基本笔画 点横竖片纳提折钩 到现在呀 应该有差不多150多万网友 看过我的书法视频了 最早的时候 其实初衷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电脑里边 存了很多的书法方面的资料 我是一个收集资料的油匹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 把我的这个东西 传到网上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到 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有问必答 因为问的人有点多 他会重复的不断地问你 同样的特别基础的问题 老师这个拿毛笔 到底应该怎么拿呀 还有这个到底是应该站着去 还是坐着去呀 这些问题你问了 你就是你被问了很多很多遍 不厌其烦地去回答的时候 你就很崩溃 你就特别想做一个 一劳永逸的事情 前人传下来的纸笔方法 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有 龙金法 第一期课程其实在做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现在网上都很多的 这个书法类的课程了 第一期做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录课其实是很考验人的 因为你得起早窗 因为只有起早窗以后 全世界都是安静的 所以像这些视频就是通过 每天早起一点一点点滴的积累 就把它录好了 想象起来好像很大的一个工程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你不觉得累 你也不觉得很辛苦 传统的教学吧 就是老师讲 然后学生写 当你在写的时候 大家围过来看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痛点的 就是我在这写 那么我的右边这个人 是完全看不见的 网络课程可能就是 你能够一直持续一个最佳视角 我可以回过来 我来再看一遍 无数遍看下去 看非常先好的 那个笔锋在纸上游走的 那个墨色阴开的那种感觉 那可能比你现场看还要清楚 黄色的圈 在这边这个箭子 那么曹泉碑里面 我了解到大家来自于不同的群体 天南海北的都有 大家有的是在中国 有的还有在国外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书 我之前一直是自己特别喜欢书法 然后我在天津 然后也找了几个就是岁数比较大 然后比较有资历的老师 在学的过程中就是 因为去参加那个实体课嘛 因为你身上还有工作 你时间不好处 在这之前我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老师 其实这也非常幸运 就是可以一开始就跟随一个书法路子很正的老师来学习 对这个书法就渐渐入门了 自己可以就是最有成就感的是 在春节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家写一个对联 我是五岁的时候我父亲教我学习书法 当时这个我是被逼着学的 等我上大学学这个专业以后 那就有意思了 你能够去体悟到历代书法家的那种特别美的一些不同的点 我就每次在临摹的过程里面 他的小名叫莫宝 我做这个网络课程最大的动力其实是因为女儿 我希望在教学的过程里面不断地去积累经验 都说教不了自己的孩子 我就自己去试一试 但是很奇怪 像我们家女儿她拿什么都是拿毛笔的姿势 她知道那些动作 切 行笔 提风 顿笔 回风 这专业的名词 她天天听我念叨 她自然就会了 这个东西就是润物无声的一个过程 书法她有的时候并不简简单单就是在写字 有的时候她真的是很磨一个人的心性 非人磨磨 磨磨人 不是你在磨那块磨 是那块磨在磨你的心境 我想就是我的孩子 如果以后长大了 能够在书法的这项路上走得更远一点点 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书法它是一件很舒心的事情 如果它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 能够得到一种快乐 我想这种快乐是普通的游戏所不能带给它 那是一种非常神奇美妙的人生体验